男人来到女人床边 聊起发丝亲吻了一下 温柔地叫女人吃早餐 男人叫大雄 是个勤劳的暖男 女人是她的女友小美 出门上班前 大雄说 晚上有件重要事情 要告诉她 小美在橱柜意外 发现了一个小礼盒 她冲到阳台喊住了大雄 开心地告诉大雄 她晚上会准时回家等她 原来那个小礼盒里装着一枚钻截 小美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然而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大雄开着摩托车经过隧道 隧道突然坍塌 她被困在了隧道里 手机没有网络 没办法联系外界救援 她包扎好受伤的手臂 利用钢筋撬开掉落的水泥板 经过四天的不断努力 她终于再次看到了外面的阳光 当她脱困跑出时 她发现整个城市诡异至极 街道空无一人 她大声喊叫着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神色迷茫地看着这一切 不知道何去何走 回到上班的气配修理厂 发现办公屋上躺着一个人 她走近一看 原来那人早已死去 尸体已经腐烂发愁 大雄被吓猛了 她缓缓后退 却踩到了什么东西 回头一看 吓得她双腿发软 跌倒在地 她又看见一具尸体 她隐隐听到动物啃食的声音 她撞起胆走了过去 在房间的角落 男人抱着一个女人 她在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大雄显然认识男人 不停呼喊她的名字 男人缓缓站了起来 露出了她那猙獰可怕的脸 转身就跑向大雄 男人扑倒了大雄 试图撕咬她 大雄一脚踢飞了男人 趁机关上了闸门 她惊慌地跑了出去 直接拉开一辆车门 正准备开车逃离 但汽车怎么都启动不了 越来越多的怪人围了过来